这小屋有点儿成熟不住了呀 看 看这帐篷都要刮刀里 看这儿声音 这儿风大不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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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富士康里员工 然后现在是在于康北隔离 目前未知已经隔离第二天了 做那个闪查试制相信是的是央行 所以说被来来隔离了 现在宿舍里边住了 原来住了一位室友 被隔离了 污田了至今为止都没有人来关 现在宿舍出现了就是搞勺的 科手的 这也不知道是怎样型还是家样型 反正都被拿来之后 都没有人再关了 昨天是送了两个面包 也没有人来做核酸 在truly at所有人都没有用 大员工关爱电话也没有用 现在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我感觉这就是让人自生自灭力 如果是真的确诊呢 就该咋吃掉咋吃掉 但是现在是政府 包括富士康都没有给一个说法 郁康北隔离了好多人 包括家人朋友都很担心 现在就是被困在这儿 就是隔离的宿舍是租了四个人 都是坐着筛查 然后出来是央性 在宿舍 在原来住的宿舍被人掀起 现在还送到这儿之后呢 还是没有人关 难道耍央性 出现了央性就这儿吗 是社会里活害吗 都没有人关 这个大街都 连葡萄盖里都没有 已经搞少几天了 大任何电话都没有用 我是富士康的原工 我现在来游康北 隔离然后30 隔离一中 发生39到35人处理 富士康不管我们的死活 专门成立 20个都岛组 都岛检查小区解封 采样小屋开放 值班职守等工作情况 切实保障群众能够正常出行 安全返家 目前全市 严格实行 足不出户 服务上门 每三天 有专人 将含有蔬菜 医药 防疫用品的物资包 送户到家 大纪元时报 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政党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 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欲娇娱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订报专线 0800-566-688